开放的什么程度 但是我是希望欧洲能够和中国有一些共识 好 谢谢和民先生的介绍 再要为大家补充的就是在这个周末 我们看到这个李云泽先生就中国现在各省可能面临的地方债务问题 给出了一个新的定调 叫做坚决实施一省一策制度 那么什么叫一省一策呢 我们字面上理解各个省所面临的债务状况是不同的 因此要针对各个省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政策的编织 近期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情况 比如在中国西部以及北部的一些省份 似乎整个的地方债务缺口已经在民生等重要项目上有所显现 不仅仅是公务员面临失业薪资大幅减少 甚至有一些省份特别是北方省份供暖也出了问题 那么这一点呢 潘公盛央行的这一位新行长也在演讲中直接提及 具体一省一策如何解决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 还要继续观察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中为大家提点 而相关的新闻我们在中国简报中还有详细介绍 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华尔街六度这个栏目的主要内容 更多跟中国有关的消息 欢迎大家订阅中国简报每天都会收到 跟中国相关的最新突发消息和药文